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台独分裂 反对外来干涉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合理合法 天经地义 何来侵犯一说呢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国人民不信邪 不怕鬼 不怕压 美国国会一些人 处心几虑地打台湾牌 企图通过搞一些所谓的法案 叫嚣对华制裁 来刺激台独分裂势力 冒险挑衅 阻挡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完全是痴心妄想